天太热了 果然是怎么降温的 如果是有钱人 可以用冰箭水机风扇给家里降温 不 如果在室外活动 就麻烦了 比如有次 康熙最宠爱的女儿 温县公主回娘家避暑 人县皇太后 就带她去避暑山庄两块 结果因为气温太高 温县公主那是投影女性 浑身冒汗 虽然给公主灌了很多白水 但无济意识 最终 公主还是香蕉玉玉了 不是给你喝水了吗 为什么就没有用呢 妈 俺闺女肯定是中暑了 你看烈日炎炎路途如此遥远 公主出汗出的衣服都湿了 水分和电解质都跟着流逝了 喝白水是不无不回来的 要是有外星人电解质水就好了 可以快速补充 出汗后身体流逝的水分和电解质 就闺女一命啊 你不早拿出来 无毒有偶 苏氏被调回内地当官室 因为路上跟老朋友密服 一起在烈日下游山玩水 身上疯狂冒汗 为了降温 她解开衣服狂喝凉水 当晚就腹血不止 我还要歇湿 然而不久苏氏就病故了 如果古人能喝上电解质水就好了 古人一上大热天 乍办 据说乾隆八年时 精神温度一下飙到了44.4摄氏度 舅舅 得赶紧给庄家揪水啊 哎呦 我肚子疼 快 戴上这个帽子 去村口打点水 现在 把舅舅的食物地盐给淀了 好吧 舅舅 舅舅都帅死了 我回来时还发现 你家的四十头羊 二十头驴 也给热死了 咋办呀 什么 快给你打一副的票外甥血信 让他请两天假 给他弄了钱 好吧 万岁爷 天这么热 不如放年天假 休息休息 行啊 来人 把他降之后送到前线抗灾 现在把冰水和降水药 也给百姓带去 是啊 太厉害了 当然 乾隆也不闲着 带着人就去灾区开坛求雨了 老天爷 听我说谢谢你 快点下雨 然后一个月后 天就下雨了 哈哈哈 为了清凉一下 皇帝们有多听 皇朝时 杨岳岳岳很怕惹 唐学宗就为他打造了监空票房 艾飞 让你见识下大风车的威脸 还没 还没爱意不 哎呀 好凉啊 宋朝时 宋徽宗最爱吃冰饮 嘻嘻 凡可也吃不上 冰不可也苗不迟 皇上 陆菜又给您准备了 一切冷月子 血泡豆水 乳糖蒸血香 花银青菊团 血泡梅花酒 还有您爱吃的冰老 都端着了 正要一步倒微 不准其赖 这还能再吃两味 清朝时 皇帝们爱去避暑山庄 但拥正经常忙的 没供出门 于是他发明了 瘦摇风扇 热点热 还难不倒我 风在大点 没吃饭呢 哎呀 这啥味啊 你几天没洗澡啊 老板 我真洗着呢 于是 他让工部改良了风扇 工女站在屋外 靠牵引绳 就能拉动风扇 这下没味儿了 不容易上大热天 咋办 据说 乾隆八年时 精神温度一下飙到了44.4摄氏度 嗯 舅舅 得赶紧给庄家浇水啊 哎呦 哎呦 我肚子疼 快 戴上这个帽子 去村口打点水 现在 把舅舅的食物定点给浇了 嗯 好吧 啊 舅舅 庄家都晒死了 我回来时还发现 你家的四十头羊 二十头驴 也给热死了 咋办呀 什么 快给你打一副的票外事 写信 让他请两天假 给他弄了天 啊 好吧 万岁爷 天这么热 不如放年天假 休息休息 行了 来人 把他降之后送到前线抗灾 现在把冰水和降书羊 也给百姓带去 是啊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当然 乾隆也不闲着 带着人就去灾区开坛求雨了 老天爷 听我说谢谢你 快点下雨 然后一个月后 天就下雨了 你知道古人是如何过夏天的吗 嘎嘎 一把竹扇是必须的 而妇人则会用高端的丝绢团扇 你的风 有我的鬼吗 睡觉时 他们会躺在下垫上 诊词着 怀抱竹夫人入眠 小乖乖 有你我在睡得着 到了宋朝 冰教鼠兵已普及 各式网红冷饮店遍布街头 跳一跳 看一看 普兵不要天 但是因为多用河水制冰 吃多了会拉肚子 我起来 我还能再吃两味 而元朝 元氏组忽必烈 用牛奶 冰块 加蜜饯和果酱制成 最原始的冰姬 好东西 要分享 来来来 不要客气 尽情地吃 多余的冰会放入冰汗 还能给室内降温 可谓是空调冰箱 一体劲啊 哇 好凉快啊 古人室内会挖石头通往地下井 在石板上一站 我身一样搜索 小红 来我家凉快吧 不用了 我有空调房 古代帝王会爆水修建 避暑山庄 有机械将冷水送至屋顶 进成人造水面 自然环保 还降温 古人降温真是太智慧了 我要去空调房吃根冰棍 鸭鸭鸭鸭 古人夏天穿什么衣服 比如唐朝时 有钱人过夏天的标配 就是穿沙衣 沙衣非常薄 穿了跟没穿一样凉快 呃 舅舅 原来你爱的是大壮业 咳咳 藏不住 但是 如果女孩子穿沙衣 为了隐私 需要穿上不透光的木胸才行 姑娘 你这么凶 呸 流氓 我只不过想给大壮业买一件 不过 沙衣也有缺点 她特别怕火 所以不适合做饭吃穿 舅舅 快起来吃烧烤 还好是晚上吃 不然多尴尬呀 当然 如果非常重要的场合 必须穿外套 你可以贴身穿一件竹衣 同样能降温 大壮 我这竹衣帅不帅 怎么了老公 夹到肉了 对于普通人 这些烦恼都没有 穿一件马骨背心 就能出去干活了 实在太热 也可以打赤膊 这也太帅了 秦始皇夏天 喜欢去哪里玩 那刚收复六国那会儿 因为工作量大 身体过于透支 就选择了回老家玩 您身体还可以吧 多您的福 三十五了 至今见数 因为这次玩得很开心 秦始皇就打算告知 极限特种名旅游之 我要玩变全国 她先见了石道 接着出寒谷关 过洛阳 北渡黄河一路向东 然后泰山 登了 禅夜峰了 被夜客了 最后在狼牙遇到了推销保健品的徐福 哎呦 你穷爹呀 那刚得知 海上的先生又不老 您可得试一试 别忽悠我 哎呦 您这叫什么话 如果骗你 我出去就被五雷轰顶 然后秦始皇 成功交了智商税 回显阳后 秦始皇躺平了一段时间 又计划出去玩 但是 之后的旅程 可谓是人才两空 一次 先被张良刺杀 一次被卢生忽悠 重金加固了长城 一次出发前 遇上运质坠落 还随时附赠 吉祥挂 他赶紧出去避避 结果到了狼牙 再次被徐福忽悠 只要钱给够 那下地狱 也把布朗药给大王抓来 了咋的 结果 徐福卷款跑路 谢谢啊 最终 秦始皇不幸死在了道上 我再也不需要长生布朗药 乾隆如何不下跌 首先 乾隆会给宫殿装上睡机风扇 啊哈 舅舅 咱马上就有钱买驴了 加油 我去上个厕所 好 舅舅 你咋这么叫呀 更离厕所满员了 我回家上了 然后 这楼会再给宫殿配上冰箱降温 舅舅 这玩意 咋叫我呀 这冰箱里是西版 外面是景泰兰 中间在木板 使用时 马上冰块和水果 扣上盖子 嘴两块 要不咱也弄点冰箱降温 你想吊脑袋吗 哎哟哇 我闹肚子 你自己办吧 舅舅 如果天气十彩太热 乾隆还会去避暑山庄降温 外上 又来河了 送万岁爷 去避暑山庄 舅舅 你可不能再坑我了 放心 咱都自己人 嘿嘿 年轻人得多担恋 怎么能让老人家处理呢 他有钱 绑他 可恶 舅舅 你懂得 南宋人如何过暑假 每到夏天 南宋就会过速放假 呜呼呼呼呼呼 当官的 放假三天 呜呼呼 放假的 打工的 每天工作的 就不能 全员该起 暑假模式 放假后 大家不速跑去 茶馆 除了能蹭风 还能喝茶 看表演 哎呀 喝茶 还有小节目看 真带劲 更多人会选择去 澡堂子 花季温泉 这么赶 两个圣灵泡一片 不过 要早点去 不然会中暑 哎嘛 热死了 而文人雅士 会划船到西湖上两块 船上有专人山峰 还会放上冰镇刮锅 跟朋友 下个集 钓个鱼 为力恨 快点快点 有时候太热 还会掉到西湖里去的 到了晚上 还会在船上过夜 谢了玩呀 古人夏天爱喝什么冰饮 相传唐草时 街上就有卖冰的铺子 而且天越热 买得越贵 老板 给我来块老绿甲冰堆 一两金子 啊 你这是金子做的吗 我这可是高级货 你爱买不买 不过总有人能买得起 比如白居易 烤着卖师 才有自由 冰块都整框整框买 老板 这几框冰给我送家里 晚上做凉面 好美 这就才得多歌剧茶 到了宋朝 冰饮的花样 一下子多起来 像砂糖绿豆冰 木瓜冰汁 红茶冰水 椰子冰酒 金菊雪泡等 吃起来 那就要一个爽 这包装看着便宜 就这个 老板 结账 十两银子 啊 这么贵 不如我给你写手诗吧 嗯 这是上一个勇士结账呢 吃你的吧